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九 现在刚刚下播 今天晚上在这个果园里面直播 这片果园蛮多人在这里直播的 所以我也不害怕 因为只有这个果园有信号 这边的话山上面是一点信号都没有 包括明天我要去山上面栽果的话 手机是没有一点信号的 不知道能不能直播 如果直播的话就给大家直播 这个是红柔苹果 然后呢 今天呢是给大家上了一个小果的一个福利桩 小果的话呢 它果子就会比较小哈 小果你就不要想着它有多大 小果呢 是32块8 给大家发5斤 然后顺风给它包邮到家 普通箱子装哈 就像我们平时发卧干的箱子 还有跟大家说一下 百度这边呢 为什么会有一个9斤写了 也是32块8的呢 因为我那里备注了 是发是净重5斤的 都备注了 因为9斤它是没有箱子的 没有5斤的箱子的 而且它是平台呢 它因为我们有9斤的中国嘛 那你小果就必须要有9斤的规格 所以我就写的是一样的 知道吧 所以大家拍9斤的 我们也是发5斤 你拍5斤的也是发5斤 小果32块吧 就是只有5斤的果子 咱们 朋友们如果拍了有9斤的 如果你介意的 咱们可以退下款 都没有关系 因为9斤32块8的话 成本都不得的 现在准备回去了 这里是搭了一个帐篷在这里 这就是我搭的那个直播间 个子不够高 在这个凳子 这个树座背景 然后有灯呢 有线呢 什么的 那边还有人在直播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5斤的一个箱子 5斤箱子 我们有三层果子 然后每一层都会加 垫一个这个上去的 这个可以放心 然后这个是礼盒装的 礼盒装的就是这个 一个一个的 然后上面也会垫一层这个 这个就是箱子 现在给大家发顺风 品质方面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会寻好 而且到手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 必定是顺风嘛 看这个 长在树上的果子 我还有一个问题跟大家讲一下 有的果实呢 它是一面比较红 对不对 然后有一面没那么红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是炒下的 它是背对着太阳 它晒不到 所以这个就没有红 但是如果它成熟了 都甜的 都好吃的 像这种的话 它一整个 能被太阳照到的话 它就会有一整个红 如果有一些太阳没照到的话 它没有一整个红 是属于正常情况 这个果园太大了 我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我不懂我是怎么出去的 诶 毒死了 我应该从哪里出去啊 好像我记得就 一直沿着这里走 但是我记得 没有这个房子的呀 这怎么有个房子 这里 我好像记得我没有经过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已经被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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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洗了 这个房子 用水擦一下 看不见哦 刚刚在果园里面 断了好多圈 我才转出来 因为是真的是 不太熟悉 这个果园 而且它太大了 走不出来 我没有说 我一个人是哪里胖啊 其实 迈出了第一步 其实 这是我第二次 一个人出来 我就 嗯 就没有什么怕了 因为第一次 经历过 你第二次肯定很熟悉 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这一次的话 可能就是 没有开车 确实非常的不方便 像明天去载 因为有车的话 再发个订外口 就过去了 对 我们直接 回去就行了 但是 今天就用心 然后 没有车的话 那你要等着他们 带着我去 然后呢 要去看国 也等他们带我去 会存在一个 就是这个 交通不便利的问题 而且自己 像我们 请了他们那么早 他们摘过很早 六点钟 就开始摘过了 一般的话 像以前我们收过 都是 他摘好了 然后我们就过去看 看然后 巡谷啊什么 就是 就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就得跟着他的车过去 就有点麻烦 最后 就是没有开车出来吧 下次还是 开车外出 会比较好一点 安全问题呢 也得到保障 然后 交通呢 也比较便利 像今天他们说 下里面有很多核桃 如果我有车的话 我就直接可以去收了 但是马上收回来 藏库子给发了 但现在的话 我去聊 所以 也是个问题吧 但是这两天 我感觉还可以 嗯 明天就开始发货了 就算是理顺了吧 所以一个人的话 确实有点吃力 但是 慢慢来吧 适应就好了 好